中国警方始终是我们执法大会的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 对我来说这已经是第四次来参加我们这次的会议 对于每次来说呢都觉得会非常有收获 这次呢我们也专门派了很多的一线的执法专家 执法者来参加我们的会议 我想呢在这些会议上我们可以学习到或者交流到 各个国家对于打击经济犯罪 特别是知识产权犯罪方面的关注 学习到侦查工作的技巧和大家在这些方面采取了哪些的措施 特别是在这个国际的场合 大家可以相互交流各自的关注 交流各个国家不同发展阶段 大家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发展的犯罪的形态 这样呢使我们能够对国际上的这种知识产权犯罪 有更深的理解 也更深的理解了我们之间的相互的关注 包括警察之间 也包括警察部门 海关部门和我们的权力人之间能够达成更多的相互的理解和支持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呢 不仅仅是侵犯了一个公司企业的权利 实际上说呢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影响了是很多企业 或者是整个社会 甚至一个民族它创新的一种热情 而且目前从各国的发展来看 知识产权犯罪同时也直接关系到许多民众 消费者直接的健康和安全 所以各个国家 我们也建议各个国家都更加重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问题 使全社会对于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有一个更新的 更广阔的和更深入的认识 大家共同携起手来 一起来遏制打击和消灭知识产权犯罪 来保护全社会的安宁和稳定 中国的公安机关目前对知识产权犯罪越来越重视 从去年到今年 中国公安机关连续开展了两年的 全国范围的打击行动 将在这两年当中 我们的打击的成果 迫迫的案件 可能已经超过了以往几倍 甚至到九倍十倍的这样一个水平 特别是在这当中 对于知识产权犯罪 这种跨国跨地区网络化和专业化 职业化这种特点 我们也采取了新的执法措施 不但是打击到一个销售者 打击到一个生产窝点 而是要全链条的整个的摧毁它 这样能够断绝不法分子死灰复燃的能力 我们跟国际刑警组织 始终有非常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 我们在培训 在执法情报信息交流 包括执法技术的交流方面 有着很多的合作 我们也期待着 在今后的几年 有更多的机会 来跟国际刑警组织 加强双方的合作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